美国制药公司李莱1号宣布将旗下的两款胰岛素注射剂的价格下调70% 并且也将调低今年即将问世的胰岛素新产品的价格 美国总统拜登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其他的药企效仿 美国制药公司李莱周三宣布将从今年四季度起将两款常用胰岛素注射剂的价格下调70% 同时对个人保险的自费上限设定为35美元 另外公司还表示今年5月将上架一款胰岛素注射剂的普通版本 售价从原先设定的每瓶82美元下调至25美元 李莱称这一价格比1999年原版上市售价还要低 拜登政府将压低药价作为主要正刚之一 国会去年通过的降低通胀法案要求享受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病人 每个月自负的胰岛素药费不超过35美元 但是联邦医保多覆盖65岁以上老人和残障人士 李莱的最新举措则是将会议范围扩大至普通商业保险个人 拜登对此发推表示 李莱响应了自己在国情咨文当中的号召 他呼吁更多公司应该效仿 数据显示超3000万美国人当前患糖尿病 其中超700万人需要使用胰岛素 纽约时报称过去10年胰岛素药价大幅上涨 例如5只李莱的胰岛素比售价超过500美元 一瓶胰岛素则需要270美元左右 这让胰岛素病人每月负担数百元 不少病人需要每次减少用量或是被迫停止使用 李莱曾表示此前的商业保险和联邦医保 可让费用降至每个月不到100美元 但是对于没有医保的病人来说则负担沉重 周三李莱还表示将在今年4月推出一款 赛诺菲公司胰岛素比的仿制版本 5只标价不到100美元 比赛诺菲目前售价低78% 凤凰卫视陈飞飞姚一伟纽约报道